Hello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要為大家這個示範的關卡是 雞腳的魔王 雞腳掠奪者第一集任務 Part 2 我剛剛火狂打過我吃兩顆 然後現在換用獸隊 是獸嗎 妖獸獸 妖獸隊好不好 妖獸隊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通關 攻擊一酸果好像差不多剛剛好 試試看一下 這個都沒有解放還是什麼鬼的 就是很正常的原始獸隊 我也不曉得可不可以過關 當然不能過關可能這段影片就會刪除了 妖獸獸隊 就是妖獸隊 這以前我常用美女葉獸的組合 我剛剛關卡資訊好像沒有給他按 是不是 好吧 試試看 喔 怎麼都是1啊 我剛剛運氣是很好是不是啊 這是三小朋友啊 我的阻力是暗啦齁 好痛啊 暗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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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是也可以打啦 好痛啊 不過這樣處境好像有點難耶 喔耶 耶耶耶耶耶耶 其實可以不用轉 只是 反正都跳起來轉一下好了 這樣就好 好 因為我要在這一關抹 所以我可能會一直在那邊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之類的 蛤 什麼 我們有觀眾睡著了 魔睡嘛 好不好 哈哈 這個第二關 我還是選擇先打這一隻 是Tumbo 啊 球大了 為什麼球大了咧 因為如果這一波沒辦法帶走一隻的話 就球大了 欸好像太多顆的樣子喔 靠 看起來是太多顆了 看起來是太多顆了 好吧 我們結束一下好了 非常好沒過半 而且沒有人死掉 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就是 死亡的示範 欸好像打不過齁 因為第二關 九千六加六千四 好像有點困難欸 這個我不太建議用這一隊打欸 自己打起來好像有點難欸 那... 那... 對 沒錯 那個 雅王是為了秒越戰越強的那一個 沒錯 嗯... 不過有點硬欸 因為... 因為你... 只剩下一個打擊要... 嘖 好吧 我們換... 我們再換一隊好不好 因為我還...我還要準備另外一隊啦 這個...收隊這個失敗的示範 就...給大家參考看看就好了齁 Cup 我們有新歌 欸...那個有人說她上電視那個 curso 好 沒關係這個 都... 我們用水狂隊來試試看 所以對的話不囉嗦 就這兩次先把它處理掉的對 我剛沒消到 發生什麼事啊 我剛沒消到我沒注意到 好啦我們這次補消回來好不好 水狂好像打太大力了耶 重點是我現在居然檯面上一顆水珠都沒有 有吃死的tempo囉 漂亮只給我一顆 是GG的樣子 好GG 這當然是不可能吃的啊 這怎麼吃啊 因為我們不能帶雙魚啦 所以那個CD一定要靠其他的隊友來cover這樣 這個處境失敗 這個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我用水狂啊 不用水狂還不行耶齁 怎麼用也不能用希臘啊 水狂 水族會比水狂好嗎 希臘不能用啊那個 神族的不能用啊 來試一次吧 來試一次吧 看來我們最後是一個不太好的 這個狀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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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留一些給我掉 真的 真的很配合 欸 終於可以出擊了 好悲劇的恢復力 剛剛已經有觀眾已經發現這個悲劇的恢復力了 沒關係我們有悲劇的恢復力的話 就靠我們的轉珠補一補 平平轉珠怎麼補咧 我也不知道 就是盡量補 好 然後像這個水珠的部分 我是直接就這樣 喔 直接死掉 太痛了 啊 我心痛了 喔 終於有CD2的咧 這時候就把檯面上所有珠濾掉了 噢 Shit 一個GG的節奏會出現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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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終於 嗆 噢 ul 這是悲劇的恢復力 因為我帶兩隻龍 三隻龍 三隻龍 我是幾顆 兩顆 這是什麼火鍵醬 這什麼火鍵醬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剛剛第二關是這個 第三關怎麼變深 怎麼變這個水肥 不是紅心嗎 哈哈哈哈 屬性沒有相剋 可是它還是CDE 它不死的話我很危險 帶我思考一下 不行我還是要撐一下 我現在不能把它K掉 上面有有水珠 會不會太大力 剛剛 剛剛不好 我本來也有到剛剛好 好第三顆 啊你這個胖妞啊 可是我有個問題就出現了 因為我這隻防龍居然還沒好 好 我知道它不會死 我要再吃一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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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要儲新敵 你們信嗎 我不信 我自己都不信 嘿 幾顆啊四顆嗎 還忘記了 我的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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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球大了 我 看到它沒跳起來 我心都碎了 嗯 它跳起來我也沒有比較嗨 思考一下 不曉得打不打得死 我的戰術是這樣 讀讀看好不好 我們讀讀看 用這個狂魔之類跟他拼一下 搭配這個潛能解放 在界線突破了好不好 GG就GG啦 完蛋了我在轉什麼 我自己都看不懂 非常手殘的一種轉法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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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主在幹啥嗎 6COMBO 示範吃石頭怎麼是這個台主 好吧 重點是我還斷水珠喔 有有必要這麼 這麼激烈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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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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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3回合 好吧 現在就是 削一下 基本的某些柱好了 就要他給我多轉一些火 我也沒怕 喔 我沒削到水柱 喔耶 沒削到水柱還是要按 所以要拚命手柱的轉出 好了 這個我們就不要再算這麼疊了 大概疊一下就好了 3個寶 啊 呵呵 抓癢 因為他幫我轉了太多火珠了 結果弄過去我也沒有什麼火珠可以用 悲劇的一場善意啊 喔靠 GG GG 有第五顆了嗎 是嗎 有人知道我吃了幾顆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自己開了 這是什麼鬼打法啊 這是用吃石頭的打法 斜轉來失敗 還在那邊一直轉 還在那邊一直轉 幹什麼 我這時候是火隊多好 問題不是 好我們就 硬跟他賣了 讓他打沒關係 好奇 悲劇 他剛是把我的水珠轉成火珠嗎 哈哈哈哈 兩顆喔 來兩回合啦 把新珠留下來 反正一定要GG 反正一定要GG 因為這樣我的水狂都沒有加成下去了 大家看到獅子秀都比較開心了 哈哈哈哈 他就吃了 沒在怕的了 我 好了不要再手轉6C了 真的 已經要開錢人解放 就不要再手轉6C了 好 好 有比較進步一點了 去死吧 一顆一顆二十顆 好了這個 水隊好像不是很好打 這個個人的 觀點是建議還是用火隊之類的 因為要把你石頭一直轉掉啊 然後更新隊 我這樣試應該也不行 因為他 他一直轉的話 每回合都轉 可能還 還玩不過他啦 因為他轉太多火珠了 這個實在是不太划算 我建議大家打奧丁醬吃比較適合 以上這個水隊 吃的很舒服的 吃石秀的一個示範 謝謝大家的觀賞 好 下次見 謝謝各位 掰掰 好 來見 我